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哼 等本王登了机 你这个太后就一钱不值 王爷要登机 恐怕没那么容易 现在还有谁能阻止本王登机 王阳明 王阳明 请问王先生 有多少人马能阻止本王登机 不需要一兵一卒 只需要一个玉玺 玉玺 没有传过玉玺 王爷当这个皇帝就不是真命天子 玉玺呢 皇上把他带走了 皇宫四面都已经被我包围了 小皇帝跑不掉 我弄了一刀 王爷挥下的军服 让皇上混出宫子 刀 王爷 发现皇上踪迹 赶快给我搜射 先生 或许你们没走 皇上 皇上年轻气盛 他不服输啊 这边愿意 这边过的 这边 这边和命一起看 这边 好 好 到那边看看 皇上 好样的 开玩笑 我是大将军诸少 赶快推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皇上 你这六个来 六个来 再来一个 范童 全都是范童 皇上自小在宫里长大 你们想抓他 没那么容易 你笑什么 我笑 像王爷出动那么多人 居然找不到皇上 王先生 还不知道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抓到皇上 先生 请王先生 替我去抓皇上 我 一个尺寸之后 王先生没有把皇上带 太后就玩完了 先生 你不要怪我 王先生 你不要怪我 王先生是个大宗臣 他不会不管太后您的死活 王爷 这王公大院有多大您是知道的 这样 您把您的人马交给我 我就一定能找到皇上 你们三人 跟着王阳明挺他的指挥 是 一个时辰之后 王先生不把皇上带来 你就准备给太后收尸 先生别管我 找皇上快走 有杨明在 太后先放心 走吧 好 皇上 这些兵怎么办 先躲起来 走 王先生 到底怎么抓皇上 将军大名是 周强 就是身心四足 勇闯黑龙战 身负二十一处大小商的周强 正是末将 好汉 您呢 末将胡忠 交凭十八路反贼 都是你一路当的先锋 正是 英雄 您追什么大名啊 末将何安 十八路匪首 您一人就杀了九个 想不到王先生 对我们三人是如此熟悉啊 脚平十八路叛贼 功在设计 王爷们看着每一道捷报 都热血沸腾 当时我就跟先帝说 三位将军乃国之干称 那先帝还下起嘉奖三位 记得吗 记得 十八路叛贼脚平了 第十九路叛贼又出现了 而这一次 三位英雄做的不是以拼叛的英雄出现 而是以叛贼的面目出现 这 这 身为大名臣子 你们居然跟着安华王造反 对得起贤弟吗 对得起自己的祖宗吗 周强 令尊是怎么死的 他是战死沙场 令尊镇守边关力抗击扣 应勇战死 如果他在天之内 看到你成了叛贼 他会怎么样 红州 你这个姓氏有个红子 这是诸侯母的红 乃我大名太主的年好 你要造反先把这个红子给去掉 然之汉大丈夫学了一身本事 就要像岳飞一样 敬重报国 名垂青史 像你们这样糊里糊涂 跟着安华王乱来 不仅我瞧不起 将来你们的子孙也会以你们为耻 我实话告诉你们 四路秦王大军 已经包围了秦臣 攻打南门那个将军 就叫何威 何威 他是我弟弟 有趣啊 这兄弟俩战场决斗 一个钟一个节 一个镇一个血 一个英雄一个叛贼 真是有趣 于是做成千古汉 再回头一百年生呢 三位好自为之吧 好 我先走了 你们忙吧 真的王爷 秦王的大军已经把金城包围了 不可能 我算了 我算了 就算秦王得知 我造反的消息 带兵回京 也要十天半个月 那是我已作本的龙爷 王爷低估王阳明了 哼 王阳明什么本事 把秦王的兵搬到京城 自从王爷率兵抵京开始 王阳明就断定王爷必定造反 所以他让哀家秘密下旨 从外地调秦王兵入京 不可能 这事王阳明要哀家连皇帐都瞒着 因为他知道 皇上身边一定有王爷的耳目 王爷 你说定 我没有说 只要有你在我手中 我就不会输 先生 走 先生 我知道你们会看见我的 先生 现在怎么办呢 恭喜皇上 四路秦王大军已经抵达京城了 太好了 他们来得还挺快 先生 不是说安华王的军队很会打仗吗 秦王的大军打得过吗 安华王这支军队骁勇善战 可能打的都是叛贼 这一次他们自己是叛贼 将士们士气肯定不高 先生 小太后呢 太后很好 太后 小皇帝 你若再不出来 我就把小太后去烧了 小太后 皇上 不能删荡 可是 朕 朕不能让他们烧死小太后 你去的就是送死 我想 让皇上去吧 先生 皇上记住 找安华王比武 比武 可是朕打不过安华王啊 大将军诸兽难道是个窝囊废吗 我不是脑中 皇上 先生 欢迎皇上咋不过安华王怎么办 你得助皇上一臂之恋 怎么助啊 我又不会武功 你去找几下 好 去吧 让开 王爷 来了 把小太后给振放了 把他拿下 把他拿下 你们拢了 我叫你们把小皇上拿下 原来王爷是个孬种 正孤身一人 来向王爷挑战 你怕了吗 我怕 你想怎么样 很简单 正跟王爷拼着你死我活 谁赢了 谁当这个皇帝 小皇帝 你知道我打过多少仗了 你这是在找死 邪不胜正 给他一把剑 王大人 皇上 你小心啊 皇上 皇上 快点快点 停了吗 快点 大放响了 大放响了 是啊 胡扯 我还没有下来放放 大炮已经落入 前往大举手上了 好 慢点 老家 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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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康王已死 三位将军此事反阵 无罪有功 不 我们孝重皇上 我们孝顺皇上 我们孝顺皇上 吴皇万岁 王翠 先生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 问吧 先生我今天心情特别好 有问必答 我记得先生说过 安华王武功比皇上高 高出了一大截 那为什么先生要和皇上去跟他决斗呢 正因为他们双方武功悬殊 安华王才肯接受这场决斗 您这是拿皇上的命去赌 我是拿大名的江山去赌 先生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你让我弄出一点爆炸声 安华王就会输给皇上 因为他太看重鸿鱼大炮了 他依靠大炮打入了京城 他就迷信了这种武器 一旦听到大炮落入我们的手中 就会放出那大腕 先生这是安华王肚子里的蛔虫 把他的脾气摸得一干二净 一清二楚 你看他们在那干什么 跟老虎似的 董场在捉叛臣的 就那些可花花王的叛臣啊 这你敢抓 你干什么 我抓他们呀 你先找 你又要干什么 这种人没补气 该咋 好问题 今天如果安华王杀了皇上呢 那这些人就是大功臣了 反正先生被抓了 对 三国演义写到贯主之阵 曹操与袁绍对壢 袁绍的兵力比曹操强太多了 当时 潮与内部有不少的惯例都偷偷细细给袁绍 安表忠心 后来 曹操大败袁绍 这所有的信都落到曹操的手上 你要是曹操 你会怎么做 当然是一个一个全抓起来啊 曹操没那么做 他看也不看 把信全烧了 曹操怎么这么笨呢 这才叫做一代小雄啊 先生 照你这么说 皇上下族抓人反而错了 皇上年少气盛 被一个安华王搞得很狼狈 他一定气囊了 这刘锦在他身边一条 这皇上就会把所有的火 发到这些叛臣的头上 这事就闹大了 你意思是说 这次抓叛臣 是刘锦的主意啊 安华王这次造反 跟刘锦丢失火炮 有很大的关系 对刘锦担心 遭到皇上的清算 所以他一定会煽动皇上 去抓着一些叛臣 这样就可以转移 皇上的视线了 先生 你怎么老是怀疑刘锦呢 我看到刘太监 对先生挺好的 他是对我好 可他对设计不好 先生您忘了 上次他来求您的时候 您还打人家二十大板 这种人才厉害 能忍辱能负重 能趴在桌上挨板子 如果没有野心 那是做不到的 人家说 王阳明的度量大 怎么先生 就容不下刘锦呢 因为皇上信任大案 信任不好吗 这种信任 足以使一根走向毁灭 他若毁灭 很可能连皇上也毁灭 你 站住啊 走吧 去哪儿 你想逃啊 你能逃到哪儿去呢 天涯海角 担惊受怕的一只惊弓之鸟 你愿意这样过一辈子 公公 我已经走逃不漏了 哎呦 九方 你以为我在这儿干嘛 抓人啊 不对 我在这儿就是为了等你 公公什么意思 我就怕你跑了 那就毁了你了 公公 你想活吗 那就跟我回去 荣华富贵我给你 公公 这东西 没人看见过 公公 您的大恨大德 交放永世父王啊 公公 若不嫌弃 我交放 愿任您为父 一父在上 请受孩儿一拜 老东西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投靠安华王的官员 已经抓了一大批了 行啊 有两下的 那都是托皇上的天威 那把那些乱臣贼子都带下 皇上有旨 带乱臣贼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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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 走 走 爹 子 服 走 特 赌 人 皇上 怎么办 朕怎么没看见交方 吉祥跟我说了 交方是领头写劝进兵的 朕要亲自打他八十大会 怎么让他给跑 交方已经单独押到我们出发了 老东西 好样的 走 回去平 你个坏蛋 你敢背叛阵 皇上 威臣是忠心耿耿 忠心耿耿 就是你领头拥护安法王为帝写劝禁表的 简直坏套了 你个大坏蛋 皇上 王啊 那是刘免强迫威臣写的 他写破你就写吗 你个软骨头 信不信朕宰了你 皇上 威臣没写劝禁表啊 没写劝禁表 你还想抵赖 吉祥什么都看见了 皇上 吉祥公公是看见威臣在写东西 可是他并没有看见 威臣在写什么呀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你还能写什么 我 皇上 我写的文表交给了刘免 请皇上传训刘免 便知道威臣写的是什么了 好 朕就叫你死得心不考虑 老东西 把刘免给我带进来 尊臣 尊臣 代刘免 你们先下去吧 是 刘免 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记得 你救交方 交方救你 是是是 走吧 是 启禀皇上 刘免带到 罪臣 叩见皇上 刘免 朕 有话要问你 给我据实回答 要不然 朕将你凌迟处死 是是是是 罪臣不敢欺瞒皇上 是谁 让大臣们写劝禁表的 是 是罪臣 是罪臣 你又让谁写的 是仲臣 让交方 竹笔 他真写了 是 交方写的文表 现在还在吗 在在 一直在罪臣身上 拿出来 是 是 是 生讨安画廊 刘免 这是交方写的吗 是交方 亲笔所写 可是 他这写的也不是劝禁表啊 当然不是 交方 所写的是 痛痴 是 安画王的文表 嗯 这 交方 你怎么想去写 这份文表啊 家父 受贤弟恩宠 官智 立固又是郎 忠臣之后 自当忠君保国 怎么能 为一个造反的安画王写什么 全禁表呢 当时 留念再三相逼 为臣一气之下 挥逼写下了这篇 讨伐安画王的习文 亦是微臣的不屈之志 写得好 置地有声啊 刘免你看了这份文表 难道就听之认之了 没有 醉臣当时非常气愤 马上把这篇习文藏了起来 去找安画王 准备占了交方 不料安画王被皇上所杀 也来不及了 那 九发 你知道你写这份文表的后果是什么 为臣当时 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忠臣 大忠臣 快 平身 皇上 朕错怪忠臣了 为臣不敢 皇上 像这种忠臣得傻 朕要强 要赏 老东姐 你说 省焦大人一个什么管了 我听说 吏不尚书高瑞投靠安画王了 好 那就让焦大人顶替高瑞 出任吏不尚书 婿主龙鹏 武皇 Hearing 万多Is 维히 快快快 又抓숙役去啊 小心 Comic 先生 你看 又抓了一个坏蛋 坏蛋 头盔还在网打 都是坏蛋 都该装 你看看招牌吧 招牌 这个是他们装的 那很有钱呢 他是生意人又不是官 他怎么会去投靠安华王 不是官就不能卖身投靠了 也许他想巴结安华王 当官呢 安华王打入今天才几天的时间 他连大臣都没时间去认识 哪有时间去跟这些商人打车刀 那他 这都是东厂在趁机乱抓人 为什么 这是发财的好机会啊 随便给你安上一个通敌卖国的罪名 你就可以抓人要赎金 先生 这怎么办呢 咱们去找李东阳 李大人 找李大人 他是内阁首府 这种局面只有他能出面阻止 走 这又是谁的弓撞啊 这是并不是岳国栋的弓撞 岳国栋 也投靠安华王了 这个岳国栋早在安华王攻城之前就与他暗中勾结 立英外合 啊 有这种事 这岳国栋还串联朝中很多人做内营 啊 全在这名册上请皇上过目 万岳爷 太后请您过去见他 太后 他又有什么事啊 这个奴才也不大清楚 不过听吉祥讲 太后好像是对皇上处置叛臣有所意义 意义 什么意义 难道叛臣不该处置吗 该处置 但是太后仁慈 他不愿意看见皇上如此严厉 女人 头发长见识短 太后着急着呢 您还是赶快过去吧 真是啰嗦 皇上 这名册上的人如何处置 全放了吗 放了 一个不漏 都给我抓去 万岁英明 optimal 你干人也出事了 有人要趁机铲除义 celebrities啊 先生 您是说谁啊 刘野兴的那个人 皇宫都快成什么地方了 到处是血 到处是哀嚎 先必什么时候这样做过 小太后 你忘了 安化王在这 是怎么嚣张 他 他差点把你烧死了 那是安化王干的事 跟这些大臣有什么关系 这些大臣背叛了朕 投靠了安化王 绝不能轻扰 提相跟我说了 当时投靠安化王的 也就十来个大臣 可皇上抓了多少人 是啊 当时在大殿上 准备趁进的是只有十来个人 可是暗中勾结的人就多了 所以这些人 一个都不能放过 我就不信 会有这么多人背叛大明 人性 这就是人性 你根本不懂 我是不懂 王阳明懂 你干嘛每件事 总扯到王阳明身上 皇上做着这些事 正寻过王阳明的意见吗 这种事黑白分明 用不着问他 朕自己会处振 他是皇上的先生 他是我的老师 可他不是朝廷的大臣 这朝廷里的事 朕不用每件事 都跑去问他吧 好 就算皇上不问王阳明 那至少要问问 三位顾民大臣的意见 谢前刘建 不在京城 李东阳呢 病了 家里躺着呢 病了 那皇上就该当门拜访请教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种事 朕自己会处理 你看我现在 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处理朝政 不许打仗那么简单 皇上刚登记 反是要多想一想 切记鲁莽行事 你年纪轻轻 说话别总像老太婆似的 因为皇上也年轻 我只好像老太婆似的 多提醒点皇上 我告诉你 经过安法王这件事 我已经长大了 我不需要谁来提点我 我更不需要 谁来教我 不 教大人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把门打开 海龙焦大人 请自来接我 真是不敢当 不客气 嗯 教宝 教宝 你 你 你 杀的地方 你 你是卫队抵金人 教宝 你 你怎么老学我 我知道先生呢 夺步就是在想办法 所以我想学先生 看看能不能 想出什么高招 我 我真想比打安法王还难啊 不会吧 这安法王多厉害呀 差点把皇上和太后都杀了呀 安法王再厉害 他是摆在明处的敌人 皇上他不会分不清敌王 可这一回 刘景就在皇上的身边 他是皇上最幸运的人 皇上最信任的人不是先生您吗 我是皇上先生 刘景是太监 先生教书 太监服侍 你说皇上最信任谁呀 这还用说吗 学生当然信任先生了呀 可是我这个学生啊 不是一般的学生啊 他是皇上 这皇上是什么东西呀 皇上不是东西 来来来 皇上是人 皇上是人间最特殊的人 我们这个皇上呢 他现在有四分之一外出的血 这从小啊 茁壮非凡活泼可爱 他又是先帝的独子 先帝特别厉害了 所以当他还是太子的时候 他就是个特等顽固 双尿顽童 我们这个皇上也真可爱 这样一个人当了皇上 我这个做先生的 当然少不了要一番敲打教训 我还用圣人的道理来约束他 就算他不敢听嘴 可在他心里也是老大不爽 这还用说吗 年轻人嘛 我也是一样的呀 可刘景呢 当皇上还是太子的时候啊 他就在他身边伺候 他把民间所有好玩的东西啊 通通弄来给太子玩 哄得我们那位太子啊 没有刘景在他身边的时候 他就吃不下饭 这么厉害呀 这两相比较 你说皇上最信任谁啊 当然是刘景了 所以你看了 当红衣大炮落到安华文手上 这么大的事都是刘景惹的祸 这皇上打了没有 骂了没有 我看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哎 琥珀啊 琥珀啊 我们这次遇上的敌人 比安华王还危险 先生 照您这么说 您输定了吗 您看刘景在皇上身边 您呢 几天见不上皇上一面 您说一句话 刘景你说了一百句话了 皇上当然最信任他了 所以我要入宫啊 你要当太监啊 我要当官 当官好 当官好 当大一点的官哦 请乐主 选择 五辱 心里 反正 交易 有 gro※ 地 我们 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后补人选有了吗 在这儿 义父亲过目 这些人都可靠吗 这些人都是孩儿的人 也就是义父您的人 这回让他们升了官 往后他们就会死心塌地 跟着义父您 您在朝中 那可就是义父百婴了 谁 万岁爷在御化炎叫我来拿赌 我来吧 是 义父 皇上要玩鼓了 这时候上奏何事吗 皇上啊 越这时候越怕人潮 这时候 上奏什么他都答应 行 等着 万岁爷 鼓来了 万岁爷 这 吏部尚书交方求见 让他进来吧 过来 微臣叩见皇上 起来吧 谢皇上 对了 什么事 在清除了投靠安法王的叛匪之后 各部都出现了一些空缺 吏部拟了一个替补名策 请皇上您过目 多少人啊 一共二十三人 老东西 这些人怎么样 这些人啊 在安法王的淫威下都没屈服 忠心耿耿是吧 是是是 那不就得了吗 就这么办吧 慢着 你们怎么在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